黑的这个环境 其实第一个打开来它是黑底 黑底的时候我都不太习惯 所以我会把它改成白底 有没有 怎么改 其实很简单 以后改 其实说真的有些环境 像说真的我平常我也不是用这个写 只是为了要上这个课 所以我改成用这个 那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你以后看到 只要环境里面你要做设定的话 就会有一把活动板锁 活动板锁就是设定 反正在看图就知道 活动板锁在哪里 在这里嘛 对不对 设定 那设定点进去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设定什么 这边有 general一般 然后你要显示 上面的画面 画面的这个 画面怎么做变更 你会看到底色 它这个highlight的方法 其实它预设是这个spy的dark dark顾名是吧 是应该是黑底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白底的话 我的习惯是把它改成哪一个 改成 随便选一个 其实你可以这边很多种 那我习惯选这个spy的没有dark 有没有 这时候变成白底了 不过我发现有些工程师都很喜欢用黑底 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不过这个没有一定啦 就看你自己习惯 那你看起来舒服为原则 OK 然后其他东西还有哪些设定 它的快速键这边也嘛 keyboard的那个short cut 就是它的捷径 OK 我们先按确定好了 它就会怎样呢 它会帮我把这个环境呢 变成那个白色的底 OK 不过它问题是什么 要不要restart 按yes OK 那restart一下 它重新启动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环境呢 就变得 哎 哇 看起来应该舒服多 我记得印象中 考试好像是黑白 是这种白底的 不是黑底的 可能是因为我这边的电脑环境 有别人在使用 所以它有设定改过了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的嘛 设定完 其他当然还有别的设定 你点这边 因为有一个活动板手嘛 这就设定 然后除了这些 突然感觉看起来舒服多了 刚感觉好像整个 ABCO很耗眼力 那其他还有像设定部分的话 像General里面的话 像什么interface 但一般是不太会改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找找看 只是说它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不知道各位对英文有没有什么障碍 不过如果说想说 如果它是中文版的话 那会更好 对不对 那有没有呢 其实 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个 Advanced 这个General呢 Advanced settings 看起来有没有呢 Language English 所以点下去呢 假如说有中文的话会更好 点下去看看 有没有中文 有中文 但是没有繁体中文 只有简体中文 那因为我刚好跟各位讲 因为这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就是你没有付任何钱 所以你也不能说它要求太多了 因为你就像吃自助餐一样 自助餐你要自己来啊 对不对 有就很不错了 它有提供给你汤 给你饮料 对不对 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希望哪一天会不会突然跑出一个繁体中文 也许后面的版本或许有 但目前没有的话 你就是在英文版跟繁体中文版选一个吧 OK 哪一个 好像至少吧 反正中文至少会看 只是说简体中文看起来 会 还是要习惯一下 不过至少我觉得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下 你应该按OK 这样的话看一下有没有变成你要的 还是要restart 有没有 它只要做一些变动的话 它就要restart一下 那重新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的设定 这个时候呢 会不会是OK的 看一下 至少上面的话 这上面都 那如果你还要在做其他设定 你会发现这上面 至少 虽然说 有些地方用词不太一样 但至少 都看得懂吧 不过这个不强调 不一定说一定要反减 简体中文 如果你还是用 喜欢用英文 没关系 你可以用英文 那底下的话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 甚至还有快速键 比如说按哪个键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其实这上面都有 那你可以参考 如果你想要 加快你的相关的动作的话 里面相关设定 目前用不到的 我就暂时不讲 那主要我们刚刚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的什么外观 这个外观 我是把它改成这个 本来是这个 Duck的 改成这个 Spider OK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 反正你就自己找找看 看有没有别的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自己在选一个吧 选到你喜欢为止 这都没有硬性规定 只是以你舒适为前提 写程式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用到眼力的 所以尽量让你的眼睛保持舒服状态 OK 那第二个的话 我是更改一个这个 本来是General 那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Advanced的Settings 它翻译成叫高级设置 怪怪的 高级 应该叫进阶吧 设置 设置应该也差不多了 OK 那你就 改一下 其实应该可以再把它做一个 繁体中文 只是说因为 那个 自由软体的精神就是说 一定要有那种佛心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有这个人出现的话 那就会有这个功能 OK 所以如果有没有同学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 跟Spider写信说 我可以帮你改 Advanced里面应该就是一个设定档 对应档 他只是把那个档 做一个翻译的动作而已 OK 如果这个当然目前没有 我们就先去按用里面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话 当然不敢按OK 就我们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话 其他环境也许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看有哪些功能 像刚刚其实我们主要是用到一个存档 存档上面 这应该就是比较基本的 顶多是上面还有一个执行 至于这个还有神能够做什么 这之后用到我们再说好了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除错 比如一行一行慢慢跑 程式不要跑那么快 要跑完呢 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 OK 那再来的话可以把它放大 Ctrl 加 只是说我把这一行程式run了之后 它实际上的原理原则就是把 A里面放一个3的数字 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 A理论上在其他的语言是要什么 A这个变数要先宣告 它的形态 但问题 Python很妙 不用 那你想说那什么时候 它的形态是什么 特别是说 你第一次给它什么形态的资料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3 那3是一个整数 所以这个A它里面就放一个形态 就是INT 就整数的意思 OK 所以你放什么就是什么 OK 所以第一次你给它 所以不用宣告 那其实还有VPA也是不用宣告 所以两者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不用宣告 你会发现以后很多语言都不用宣告 不会像什么C C++ Java 刚开始一定要宣告 而且宣告了你那个形态 如果宣告错了 你再放错 这另外一个形态不行 那Python的弹性很大 你没关系 你先不用 你给我什么 我就接受什么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因应大数据 的这种分析需求 因为大数据来源有个特性 就是资料来源 还有它的大小 形态不确定 那不确定的前提下 如果我已经先给它定义好的话 那我放就没办法放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写Java 你先定义好了 可是问题你那个资料来的时候 有特殊案例 放不进去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 就麻烦了 所以像那个Python跟VBA VBA也一样 随便放没关系 OK 你放进来是什么 我就是给它什么样的形态 有这个特性 那只是说形态非常重要 那再来的话 B放一个5 两个相加结果 放在一个Sum的变数 那把它Print了 不过Print了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显示在这里 但是 有个缺点 就是小小的 那怎么办 其实这边应该理论上 你以后放这边 应该也可以Ctrl加吧 也可以 只是还是不好辨识 Ctrl- 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放大 那其实比较OK的做法是什么 应该在8的前面加一个中文 好了 比如说加一个加什么 加总 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在前面再叙述一下 加总冒号就是结果 比如说 这边多一个加总 但是特别注意 加总 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话 在程式里面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加一个前后的这个双引号 在后面的串接 请你再加一个加 OK 串接的话呢 不过特别注意 Python里面 如果你是要文字的话 除了用双引号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单引号 双引号跟单引号都可以 但是特别注意 你如果用单引号前后都要单引号 你不能说前面用单引号后面用双 不行 一定要用一样的符号 那不过我个人 一般你会发现 因为书里面 比较长 都是单引号 但是为什么我自己习惯都用双引号 因为 像我说会写VBA 或写别的语言 那别的语言都是双引号 你突然改一个单引号 这样不是怪怪的 还要转来转去 所以呢 不如我就干脆全部都用双引号 没问题 单引号双引号 你习惯哪一个都可以 那后面记得用个串接 串接符号就加号的意思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可以加总 再一个冒号 加总冒号 然后我就加总冒号8 写在后面 这应该可以了解吧 执行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哦 执行完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会跟你讲说 执行的话会有个错误讯息 有没有 他会跟你讲什么错误呢 叫做Type-L Type Type Type是什么 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错误了 所以以后的话慢慢你要习惯 写错诚是很正常 但是你要看懂并且知道该怎么修改 OK哦 所以哦 慢慢你要习惯哦 所以 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哪一行 第四行 第四行就是这一行 有没有 他哪一行 第几行错了哦 在这边错了 错的原因在这 他跟你讲说 如果呢 你要可以把两个怎么样 就结合在一起的话 两个字串 不过他这个英文有点怪怪的 Can only 什么 concated 这个stream 然后呢 Not int Not int to stream 看得懂意思吗 他其实 感觉好像 写给工程师看的 一般人看不懂 那意思是 如果工程师看得懂 他说 你如果要把两个字串 两个字串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 其中一个不能是int 那你必须把那个int先转成 字串 才能够跟字串串一起 看懂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慢慢习惯他的那个错误序迹 如果你可以 习惯他的说法 以后你看得懂就很容易改了 OK 所以懂了 应该可以知道哪边要改吧 其实应该错在错在哪里 错在这个码 sum 有没有 因为你前面是一个字串 它是一个stream 字串 那如果你要把字串跟字串串 就是后面不能是int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 这个把它转换成字串的话 那必须在外面包一个转型的函数 那转型函数呢 它就是叫str str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int 这个是int 转换成为字串之后 再把它print了出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 其实主要是什么 在这个上 外面包一个str函数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 跟他的那个加总串在一起 所以把它print了一下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结果就正确了 有没有 就没有那个错误讯息了 他就会帮我print的结果叫 加总 冒号8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那个上 现在里面的形态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 多加一行叫 printer 如果你将来想要知道什么 想要知道某一个 变数里面放的形态是什么 你可以再多学一个函数叫 type type就形态 然后把什么 把这个sum 放到这里来 他就会把他现在里面放的形态 告诉你的 OK 所以 特别是你把它type 当然它上面会多一行 type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 它会显示说跟你讲说 你这个sum里面 放的是一个int 不过它显示会这样 class 它是一个 类别 叫int 意思是说它这里面 sum里面放的形态 是int 那如果你要转型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sum外面 你把它再转一下 转成str 然后把它刮扶起来 再让它type一下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再转型完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会转成什么 class str 意思就是说 它会把里面本来是 是一个8 这个数字 有没有 转换成什么 前后是双引号的8 那前面那个8 数字 后面那个8 是文字 两个在程式里面 它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程式最容易写错的 就是形态错误 我发现每个常常老同 老师我程式有错 形态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搞错了 有些同学对那种形态 没有那个敏锐 因为可能没写过程式 程式里面最容易犯错了 就是形态错误 因为你看起来啦 就真的 这样你显示出来那个8 它也是这样8 它有可能是文字 有可能是数字 可是如果你形态不对 你程式就出错了 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刚刚我主要是再加一个什么 String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你的形态是否正确 外面可以再包一个Type 去把那个的形态给Type出来 OK 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刚刚主要 第一个是把这个 Spider环境设置一下 并且我把它改成繁体中文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8的前面 多一个加种 冒号 OK 试试看 然后多学一个 总要学两个函数 一个是String函数 Str Str函数 就是把某个变数 转换为文字 OK 另外的话 再多学一个 Type的一个函数 就是如果你想知道 某一个 变数里面放的是 哪一种形态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Type OK 如果你对于那个资料形态部分 能够好好地掌握的话 以后程式就比较不容易写错 OK 这边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这边的话也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那再来后面的话 如果有时间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第二个单元 就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二个单元 基础与法与结构控制 这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再延伸 比如说可以再把它稍微做个修改吧 我们就要再熟用 点击 咱们 k b 咱们